离开军凯大酒店大奔车上 林景洪拿出那卷 刚从西布莱布朗身上拿来的录音带 悠然地笑着 带子的内容他当然听过 是陆思瑞和王义廷的对话 说不上精彩 但对林景洪来说确实很有用 这是敲开陆氏天极集团的敲门砖 他拿出手机拨了个电话 拨通后电话那头 顿时传来陆天极惊讶的语声 林书记 没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 真是令人惊讶呀 林景洪悠然地道 陆董一向可好啊 我可是很挂念陆董 因此特地打个电话给陆董问问 多谢林书记的关心 我一向很好 林书记现在在哪啊 估计还在工作吧 陆董绝对猜不到啊 我此刻正在香港呢 香港的夜生活 灯红酒绿令人着迷啊 真想在香港永远待下去 林景洪悠然地叹了一口气 可惜啊 人的思想很奇怪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狗窝 香港再好 总觉得不是属于我的地方 陆天急有些奇怪 林景洪打这个电话来 却东拉西扯的不说重点 同时也有些惊议 林景洪怎么会突然到香港来 他想不出所以然来 便不再去想 也不敢望子搭枪 只得顾左右而言他 林书记是什么时候到香港的 陆谋耳目闭塞 竟然到现在才知道 真是不好意思 林书记别的不多说了 有事情尽管找陆某 能帮得上忙的 陆某绝不推辞 明日晚上想在寒舍 为林书记接风洗尘 不知道林书记 肯将尊须贵佛 林景洪哈哈一笑 陆东太客气了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陆天急 没有想到林景洪 会答应得这么爽快 这和他之前见识的林景洪 完全不一样 微微一恶 按道 难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陆天急 勉强打起精神问道 林书记下榻哪个酒店 陆某亲自上门 为林书记开车 林景洪哈哈一笑 陆董这不是折煞我吗 陆董能为我接风洗尘 都已经使我受宠若惊了 如果真让陆董亲自上门 那香港人可要对我口诛笔伐了 这可使不得 陆董只需要告诉我住处 我便可上门去 陆天急文言顿时松了一口气 如果林景洪真的要自己上门去接 那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做了 真到了那一步 说明林景洪是不怀好意而来啊 现在看来林景洪保留了该有的矜持 说明只是正常的交往 或者说是对方有事相求也说不定 陆天急发了一会儿呆 那边林景洪也不去提醒 陆天急突然醒悟过来 善善地抱了自己家的住址 陆董 那我不打搅你的休息了 明天见 林景洪说完挂了电话 收起手机暗自一笑 陆天急估计还在想着发生什么事情吧 很精明的一个老头生了个儿子 不但气量狭小 而且还没有一点眼光 很难相信陆氏天急会走多远 大奔车终于到了嘉丽酒店的地下停车场 安天缓缓地停稳车熄火 林景洪下车 众人进了VIP电梯 电梯刚上了二楼便被人停下 电梯门才开了一条缝 骤然一股香风迎面扑来 如蓝如色 妙不可言 这种香味显然不是什么香水味 而是地地道道的女人体香 女儿香 每个女人身上都会有 但强弱程度不同 香味也会不同 大部分的女人这种女儿香都很弱 用鼻子几乎不可闻 因此大部分人认为她们身上没有香味 其实她们身上也是有女儿香的 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个 闻香食女人这一说法了 但林景洪还是第一次闻到有如此强烈忧香的女人 丫头和沈元身上也有自然体香 平常可闻 不过没有像眼前这个女人这么强烈 她没有看到她的人 不禁心有些期待 身具这样优香的女人 容貌也一定差不了吧 强烈想要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是 特别是有关女人的问题 总会让人感觉时间过得很缓慢 就像现在的林景洪 她觉得电梯门打开的时间太慢了 仿佛这一刹那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 邮箱越来越近 她的心也越跳越快 虽然她没有别的意思 只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 一个莫名问题的答案 终于电梯门打开 门口站着三个人 左前的那个人林景洪也认识 正是昨晚要敲自己房门 见识一下茶香的那个黑衣人保镖 只见她和另外一人 站在电梯门口拦着 他们这样的站位 可以挡住来自电梯的任何攻击 而使自己身后的主人 不受半点伤害 林景洪的眼角微微一抽 很专业啊 伸手恐怕不下于安天两人 最让林景洪吃惊的是 两个人身上竟然有家伙 而且威力不小 尽管两人装饰得很自然 但以林景洪的专业眼神 自然能看得出来 有配枪的保镖在香港并不多见 可见身后那个主人的身份 肯定非同小可 当然如果有需要 安天两人也可以随时佩戴枪支 不过能不能合法拥有 那就不一定了 门口的两个人也微微一愣 他们没有想到 这时候电梯里还有人 而且人数还不少 左前方的那个保镖 轻声问了一句 主人 要不先等等吧 在说话的时候 视线却没有离开林景洪等人 没事 轻柔的声音响起 像是沙漠中的一红清水流动 滋润人的心口 那两名保镖 见主人这么说 两人伸手按向腰间 双眼如鹰似的 注视着林景洪四人 右前那个保镖稍稍让开 三个人向着电梯涌进 安天和他的伙伴 也各自移动了一下脚步 一左一右 挡在林景洪和秋月两人的跟前 注视着近来的三人 电梯很大 两伙人敬畏分明地站在两边 四个保镖各自护着自己的主人 电梯中的气氛好像在这一刻凝制了一样 林景洪终于看到了女人的容颜 她的心微微一致 心好像在刹那间停止地跳动 她见过不少美女 丫头 沈元 秋花 秋月等女 但她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个女人 会有这样的反应 丫头很美 但是她从小看到大 没有骤然而见那种惊艳 沈元也美 但第一次相见 却冷到了骨子里 将她的那一缕美破坏了不少 也使得她没有这样的反应 眼前的女人很美 美到了骨子里 很张狂 却又内敛 林景洪不认为这是一种矛盾 之所以张狂 是因为她身上散发着如蓝四射的忧香 之所以张狂 是因为她身上那种高贵到骨子里的气质 即使是在微笑 但也使人产生无限的距离 内敛 是因为她嘴边 那缕有若无的微笑 无不彰显着雍容和典雅 丫头也有她那样的美 但面对自己时所流露的那种可爱 使得她的美真实了几分 眼前的女人却像是 嫡落凡间的仙子 使人觉得她不食人间烟火 高不可攀 这样的角色实在不应该是 出现在这个污秽的世界 林景洪暗自叹了一口气 收回了视线 见身边的秋月情绪有些低落 哑然一笑 不管什么样的女人 见到比自己漂亮的女人 总会有情绪 她伸手握着她的手 轻轻地捏了一下 秋月脸上迅速飞起两朵红云 芳心一颤有些手足无措 林景洪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安天两人顿时如闻晴天霹雳 两个人忙站直的身子 同时脸上微微有些发热 女人的幽香不停地钻进林景洪的鼻子 她却若老僧入定 静若未闻 那女人奇怪地看了一眼林景洪 一双美目中渐渐有了一丝异彩 嘴边浮着一丝笑容 两伙人在同一层亭下 出了电梯 各自来到自己的总统套房门口 原来和先生是邻居 真是想不到 昨日闻先生房内茶香优劣 我从未闻过 请教先生 这是何种茶香 女人突然停下了脚步 看着林景洪问道 好 能和小姐成为邻居 实在是我的福气 林景洪悠然一笑 不敢隐瞒 那茶香是明前龙井 只不过培制手法和泡茶手法 稍稍有别 才会如此之香 明前龙井 石丰山十八颗玉品龙井 也未必有此茶香 先生茶意果然惊人 林景洪哈哈一笑 小姐取笑了 我只管喝茶 哪来的茶意惊人之说呀 那女人文言惊讶地 看了一眼邱月 原来如此 先生有如此女友 可真福气不浅 林景洪笑笑不语 和邱月进了套房 那女人按道了一声 有趣之后 也进了自己的 巴巴巴套房 林景洪在沙发上坐下 掏出一颗烟 秋月忙帮她点燃 然后静静地站在她身边 少爷 如果她来请我过去 询问少女香的事情 少爷认为我该不该去呢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明天我再去庙街一趟 如果她真的要来请你 你就去跟她聊聊 少女香说说也无方 只要你不请她喝就行了 林景洪悠然一笑 秋月顿时闹了一个大红脸 这时门口传来敲门声 以及安天的低声说话声音 林景洪示意秋月去开门 虽然总统套房有男管家霍莱恩 但林景洪感觉不怎么顺手 还不如自己的秋月 因此霍莱恩这个管家 基本上成了摆设 林景洪让她回自己的卧室去休息 如果有事情再去叫她 秋月开门之后 带着一个年轻的女孩进来 安天也跟在后边 时刻注视着那个女孩的一举一动 秋月向林景洪道 少爷 她是对面套房的女管家 先生您好 我们主人想和这位小姐探讨茶道 不知方不方便 林景洪上下打亮了一下 眼前这个女管家 年纪轻轻比秋月大不了多少 谈吐举止很优雅 应该受过良好的教育 看情形不是酒店里配备着女管家 估计是那个女人的女佣之类的 对不起 这个我不能做主 你问问她本人吧 林景洪笑道 那女管家文言一愣 然后将视线转向秋月 小姐 您的意思呢 现在太晚了 好像有些不合适 不如明天如何 秋月假装思考了一下道 那好 谢谢先生小姐 我马上回去告诉主人这个好消息 不打搅你们休息了 说完 轻轻地退出了林景洪的房间 安天也跟着离开 一夜无事 林景洪和秋月两人刚吃过早点 昨晚的那个女管家又来 问过安天之后 问秋月什么时候有空 秋月和林景洪打过招呼 跟着那个女管家去了对面的套房 林景洪让另外一名保镖留下来照看秋月 而自己带着安天离开丽家酒店 再次前往庙街 去见那个贺连名徒 昨天贺连名徒的表现 引起了林景洪的兴趣 也使得林景洪对算命看相这一行的印象 微微有了一些改观 大奔刚到昨日的地方 安天的神经陡然崩直 只见前面不远处站着四个人 其中最前面的那个人手中 正拿着一个女人的昆包 而安天对这个昆包并不陌生 因为他原本的主人就是秋月 现在却在一个男人的手上晃荡着 这说明车前的那几个人 都是昨天抢昆包的那些人 或者说有很大的关联 少爷怎么办 安天双手握着方向盘 眼睛盯视着前方 向林景洪征询意见 配着大奔那低沉的轰鸣声 竟然有几分的狂野气息 林景洪挥了一下手 微微一笑 不用紧张 先停车吧 就算真的有什么 凭我们两个人也足够可以对付了 安天文言一愣 确实 凭自己和少爷两人的实力 对付几个混混并不是什么难事 昨天之所以失手 一则是天黑措手不及 二来也是赫连名徒的那句警告 起了一定的影响 只是眼前虽然只有四人 不知道这些人四周还有没有人 以及他们身上有没有枪 这是安天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庙街的乱不是说着玩的 天后庙不但将整条街一分为二 更诞生了两大社团 以天后庙为分界点的两个地盘 红星和东星社团 在庙街的实力 基本上是以天后庙为分界点的 这些年 两大社团时常想着 要统治整条庙街 各种各样的打架斗殴层出不穷 小则拿啤酒瓶子搬板凳 大则动刀动枪 这里死伤现象 好像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想到这些 安天的心不禁有些赤楚 不知道该不该按照少爷的吩咐停下车子 如果少爷出了事 他难辞其咎 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错 在临时集团待了十来年的安天 自然明白临时集团身后所具备的力量 少爷有个三长两短 香港估计要翻天覆地吧 见安天还在犹豫 林景洪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放轻松些 遇到老熟人了 安天一听说前面的几个人是少爷的老熟人 顿时松了一口气 双手从方向盘上移开 吸了火下车 帮林景洪打开车门 林景洪缓缓地钻出车子 向着车前的那几个人走去 脸带微笑悠然道 怎么包里的钱还不够花 还想要栽多要点 那个拿着坤包的男人忙善善一笑 跳下路旁的台阶 林哥 小兔仔怎么不懂事 竟然将主意动到了你的头上 我已经狠狠地教训过他们了 包里的东西分文未动 林哥引颈过目 他们有眼不识泰山 还希望林哥原谅他们 我让他们过来向林哥说声对不起 那人说着将包递给林景洪 又转过头向身后几个手下人喝道 那他妈 还不过来向林哥认个错 请林哥原谅你们 林哥他大人有大量 不会跟你们这帮小兔仔 这么计较的 林景洪接过昆包 听着眼前的男人呼呼赫赫 微微有些皱眉 伸手阻止了那几个 要过来道歉的男女 大强 昨晚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不用在我面前提起 这包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值钱 既然你首先喜欢就拿过去吧 就当请大家喝杯茶 算认识大家了 还有一件事情 给我记住了 下次不要在我面前耍把戏 如果不是我这几年 经历过那么多事 就昨晚你们那点小伎俩 你今天就别想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说过了 庙街你们该怎么玩就怎么玩 这是你们的事 我以前不会管 以后更不会管 这不是我该管的地方 说完 将那个昆包丢还给他 大强善善一笑 林哥 我这不是担心你帮了那边 破坏庙街的平衡吗 既然林哥撂下了这句话 我们信得过林哥的人品 就不再打扰林哥了 林哥 您请便 这茶钱 谢谢林哥了 林景洪悠悠地看了他一眼 如果我真的想玩这个 随时都可以铲掉你们两大社团 不要以为我总是说着玩 回去可以好好问问你们杠把子 人都是有脾气的 我也不例外 我每次来香港你们都闹一次 我保不准哪天的香港 不再有你们这两大社团呢 大强愣愣愣地看着林景洪 良久说不出话来 林景洪也懒得理他 和安天一起向天后庙而去 大强四人看着林景洪两人的背影 突然有个女孩子问道 强哥 他是谁啊 挺会装的嘛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